香港時間早上,昨天有一次拉,我吃了我肚子 希望今天能夠正常一點,晚上有Live,有什麼可以正常運作 明天就應該正常運作,當然是明天 烏克蘭戰場比沒有說好,因為軍武林很喜歡說 所以你說這個人是不是黑警老公給大家心照 我整天都是那句,這些人是應該追眨到天腳底 在Patreon容許這些人是不應該的 我亦都說明,他們所謂粉絲那些,我逐個清除 我不會理會 但是烏克蘭的Candall Offensive 大家就沒有特別去跟 但是其實進展給我 是未去到托克馬克,冬天期之前 在托克馬克線慢了 但是在科、黑松和頓巴斯線是比上去中紀上的 因為現在有兩個很理想的情況 第一就是烏克克馬克線就熱過了 俄軍向後退大概3至8公里 因為對俄軍來說,他現在的資源有限 他一定要這樣退 否則就會很嚴重影響Candall Offensive 因為如果你一直向前走 Ukrainian Force 基本上,照現時美國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的水平 Candall Offensive Candall Offensive 就是在這個打擊範圍裡面 即是不一定只是用暴風影的導彈 就可以摘至這個目標 是不同的 比如軍戰術導彈 就不只叫軍戰術導彈 是可以用一般的HIMARS 都可以進行一個有效的攻擊 但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張圖片 就是第一次 這張圖片已經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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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有2014年 那次入侵的領土光復 那個八年佔美俄國 這個很重要 這個證明西方提供的武器 真的是發揮效應 以及俄斯的戰鬥機器的能力是開始的有不低 你看到俄斯不斷進行萬歲衝鋒的動作 他這樣打下去是沒有什麼好結果 兩件事是令大家看到這場戰爭應該應該 可能結束方式可能不同 明年春季拿了F-16戰機之後 武漢就進行戰爭結束 我相信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 這點是沒有問題 甚至烏克蘭因為冬季進攻 有進展的話 反而大家可能以為 Kindle Offensive應該只是在夏天發生 有可能Kindle Offensive 再有大城進入烏克蘭手中 很可能是在冬季出現 即是烏伯紫克河戰線和 這個托克馬克戰線回師之後的事 都是那句 只要烏克蘭軍去到 看到黑海 看到黑海的話 這場戰爭就應該大致上 勝負已定 這場戰爭就只是垃圾時間 就是在這個垃圾時間裡面 怎樣去清 以及怎樣清 這就好像普京 普京 會不會脆 如果普京會脆 的話 現在全面 是可以保留一定俄斯的軍事實力 但是如果他現在繼續這樣打下去 我想俄斯的軍事實力 最後剩下多少 我就非常之有疑問 俄斯就應該不可能再是 有現實或是戰略以上的軍事大禍 他有一雙核彈頭 但是那雙核彈頭 可能就是俄斯的經濟點 大家聊一下 除此 因為之前核彈頭要保留 是很貴的 為什麼有些國家 有些人做核武 都不做核武器 原因不是美國阻止 錢的問題 你不要說核 你不要說核 說核就很容易 你說核平哪裡 就很容易 你要付錢 就不是那麼容易 OK 首先說 越白哲克河那條雙核彈頭 越白哲克河雙核彈頭 一向都是一個 驚喜 我覺得是一個驚喜 越白哲克河 越白哲克河 差不多全線都 我看起來沒有不特使 而且他供向了不少的城鎮 回來 因為越白哲克 當然現在 越白哲克河仍然 俄關仍有能力 跨河跑軍 仍然有這個能力 但是 越白哲克河這條戰線 完全完整地跨河成功之後 其實 其實 就會嚴重影響 就是M4田公武的運作 因為 在百哲克河而過 他有的可以用兩條路打 OK 現在 我繼續向南打 就是Krymer 你一定會影響Krymer 和東巴斯之間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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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基本上會會會 那個 怎樣 你有鐵我都沒有用嗎 因為你鐵我有好功 我都會 成為 HIMARS的 的 的 其實很快就達到這個戰鬥目標 那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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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幫倒 塔克馬克線的 那個戰鬥 因為 你現在 副背受敵 那 那 那 俄國 他一定會再 再 再 退後 因為俄國 就比較 聰明的 他知道 他 知道 他 約到某個位置 他會退 但是 他 他 他 現在 就是 其中一個 特色就是 他 其中一個 他就說 現在開始傳說 俄軍 向後退 3-8公里 因為 之前俄軍 就放了很多龍牙陣 那些 在 呃 在 在 托克馬克那條線 那裡 結果就打得很慢 但是 他就沒有這樣過 烏克蘭 他的戰 主動在他那裡 烏克蘭在他後面打 如果他後面打的話 我就繞過了龍牙陣 繞過龍牙陣 再打回來 他就要決定 甚至 他現在 如果是 如果是 等日子爆後 一路退 他三四百公里 一定考慮 我 守 克蘭 為主 還是 這個 托克馬克斯 為主 因為托克馬克斯 為主 克蘭 會 隨時 會斷 他就要作出 戰略的選擇 以俄斯資源 他沒有可能在搜索 這條線 應該很難的 他還要動進 頓巴斯線 都開始 開始 開始有問題 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 俄國老 是要作出 決戰 OK 所以你說 那些 有些 軍武的質疑 就是 烏克蘭用 美國武器 沒有效的 所以美國有派 那些軍武 我心想 你去跳海 我真是 你去跳海 烏克蘭的人口 烏克蘭的人口 其實純粹靠外國支援的情況下 烏克蘭打得很好 你俄斯是什麼國家 世界第二強國 世界第二強國 你打得那麼醜 你回去早前 又不見到軍武人 那些軍武人 我可以說 他們只是一部分 中國共同性 中國共同性 你不要霸王 你劉盛那些 不要霸王 那我說 這個蒙世軍籍 我想你們的軍事 就只是 廢話而已 就是 完全不知所謂 好了 接著 頓巴斯 其實 我說頓巴斯 這是一個 在戰術上 還不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 在戰術上 在戰術上 它是一個 在戰術上 它是一個 在戰術上 打個感覺 以來 烏克蘭一直沒有能力 光復 2014年 開始 就被佔民的土地 現在 光復土地 的項目 仍然 在 2022年 2月24日 入侵 即是 一年半前 被入侵的地方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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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 好像 我這樣說 中華盟國軍隊 一直以來 打抗日戰爭 有一件事 在戰略上 多令人失望 就是 去到太平洋戰爭 結束的時候 仍然有相當數量的 中國土地 是 under入侵的戰衛 更加不要說 中華盟國軍隊 用自己的力量 去光復 滿洲國被佔民的土地 這個是沒有的 所以 你問為什麼 大家對中華盟國軍隊 就是 我自己的好獎 那年代的 中華盟國軍隊 是有 質疑 是有原因的 因為 你的 程度 是很不理想的 但是 這次 他去 烏克蘭 就是證明的原因 我不僅是去到 我可以 開始 迫速光復 2022年的領土 我 被佔領領土 2014年的 我也可以幫他做到 2014年的 其實 俄 兩國 打了很久 是 薑池戰 反正 薑池戰 因為俄國的力量 開始分散 開始不夠 這個 打得最大的薑池戰 就是 在烏冬地區 最大的薑池戰 開始有缺口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就是2014年的 地方 可能他那塊土地 可能是沒有什麼人 可能這邊 沒有人 大家不出去 你這麼多場地 這樣打 都沒有人 很正確 但是 這個 同鋒 應該是 2014年 你佔了 你不要想 怎麼 怎麼 俄軍的撤退 是以2014年 那條線 為界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一定是 完整 歸還 以烏克蘭獨立 那時候為界 而且 應該是 可以 一路路有所打 因為他這樣打下去 這個區 其實是 很近 很近 這個 其實 這個 光復區 已經是開始 向頓越捷克城 進發 如果 頓越捷克城 裡面 因為頓越捷克 是最大的城市 頓巴斯 也是 整個 對抗裡面 最前線的城市 如果 頓巴斯 能夠 光復 向頓巴斯 某程度上 至少 我都說 其他 頓越捷克 國際機場 如果是頓越捷克 國際機場 頓越捷克國際機場 不是一開始 2014年比招 頓越捷克國際機場 是遲些 2016年 但是 如果 頓越捷克城中心 或者頓越捷克城市交 重要的地方 這個 對 烏克蘭而言 他的士氣 是 有影響的 是對 烏克蘭有士氣 的分作 所以 這場戰爭 大家 一直以為都很關注 加沙 和 以色列 但是加沙 和以色列 那場仗 怎麼 我自己的左膠 把文章 騎結合國 然後 阻礙以色列人 進來 我先說明 我就 我 強行 和 以色列 對 我也想 跟 德國國際法 一個新的條款 說 我是很贊成的 就是 那些 如果 你是 反對 以色列 獨立 存在 你站在巴勒斯坦 那樣 你是不能入政 如果 根據 司司會 加尼賓斯坦 新的 我贊成 這個 你走 去 站在 巴勒斯坦 那邊 哈馬斯 那邊 那邊 為什麼我可以讓他入政 為什麼 我覺得 其實全世界都應該這樣 英國 應該這樣 那些 怎樣 例如 你 那些 左膠 幫 就是 你 SAR 如果 那些 左膠 怎樣 要幫哈馬斯 給他成為英國人 不用 你之前 哈馬斯 那些 那些 怎樣 你說得之前哈馬斯 你就不要做英國人 我贊成這個 原則 我非常贊成 我明白 英國都應該走這個原則 我 應該走這個原則 應該 嗯 可以 處理到 可以少很多人 可以少很多人 可以少很多人入境 其實可能還有效 沒事的 問你 當然 有些人會說謊 回教 覺得說謊 沒問題的 但是 沒事的 你先問到一堆人 你知不支持 以色列合國 對此回教徒 公開拍影片 全部上網 我 我 我看看 我開電話 當然拍影片 上網之後 他們會不會 怎樣給恐怖分子 你 我就 這個我不需要 我不能討論 應該 我們都要保護他安全 然後 好 Winter War 冬季戰爭 現在應該就是一個冬季戰爭的時間 好 嗯 以往經典的 好用方法就是 Ukraine War 冬天 因為 天氣條件 harsh 冬將軍 對俄國 有利 這是一個 classical 對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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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 越用越熟 變成 現在的戰爭 不是很受到季節限制 烏克蘭會在冬季擁有 這個 我才知道 但是 反而 烏克蘭有些 昂糕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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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 這個 戰爭 他擁有的 西方武器 越來越多 其實 如果 就算 Eon 那些 那些 完全 不會改變 戰局 因為 Russia 我都說 由 2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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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2 不能接受 你們勾結那些垃圾學者 梁天卓和曾國平這些 這些是傻人 我代我們哪些報紙再給什麼 曾國平和梁天卓 這些垃圾學者在燈文章 回去早前吧,混蛋 郭彥明的事情回去早前 以新聞之詞,慎報之詞 去到這裡,黃先生怎麼這麼爭論 沒事,這些是垃圾 收水的垃圾 IOS好,開發好了,最好 我真的夠了 其實 討論戰爭不應該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有些人 收到我打,就是要做這個 跟黑警合作就是這樣 跟黑警勾結就是這樣 還說自己是手足 出賣手足是有氣分 這些人在瘋狂 但是你說冬季戰爭 我覺得如果打下去 就應該 所以說明年一有F-16就結束了 現在普京打完之後 習近平自己這樣 你水溝普京打仗 搞到世界大圈 你水溝哈馬斯搞事 搞事 搞事 那麼混亂的其中一個罪孤下手 就是習近平這個人 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他的支持者 所以說中國共產黨及其支持者 全部都應該落地獄的 搞到這個世界這麼亂製 因為藍絲那些 吞共人士那些 全部都應該去撲街 沒有了共產黨 我猜這個世界 你又比恐很多 共產黨應該全部落地獄的 中國共產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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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你支持共產黨那些 五毛那些 應該去撲街 今天搞成這樣 世界為什麼要無故打這場戰爭 就是為了一個習近平 為了中國人所謂中國夢 我相信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 及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 這個世界是正常 很難多倍 當然我們不可能消滅所有獨裁者 我覺得不可能 但是至少 不要再給這些 自私自利的魔頭 在那裡唯非度大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俄烏戰爭 支持俄司那些人 我真的說 一個都不能放過 全部都是人渣 收尾都是這些 真的夠的 好了 這一集說到這裡 下一集 今晚 香港時間